说不清楚 所以在意另一半的感受这件事 特别重要 那现在两个人就僵在这儿了 那你愿意为他放弃飞行梦吗 这个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吧 可以说是 然后高考的时候 政策还没改就差一点 现在政策改了我就过了 然后就还是特别想去 等于现在在读大学 对 现在在读大学 从大学里招的 对 大学一会 真的不容易 选一个 飞行还是它 我觉得我都放不下 这必须得选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 他非得放弃 你别说人让人选 我愿意放弃飞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放啊 放 就为他放是吧 放 你接受吗 你敢接受吗 不敢 有害怕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看到 一种情感关系的模式 就是我总拿一件事来说 说完之后 我用另外一个事 我一定要你做个抉择 其实当你理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逼对方做那个抉择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他按你的想法做了 你会背上一个包袱 他没有按你的想法做 你会更难受 不如就解决 当下这段情感当中 出现的那些问题和麻烦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卷 小廖啊 我一开始啊 以为你是一个护花使者 谁承想 你是个辛勤的园丁啊 有多少花花草草啊 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有多少个前女友 七八个吧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故事 都是跟不同的前女友发生的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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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嗎 並不在乎說 他到底是在天上 還是在地下 而是他這個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 其實你心裡最明白了 所以你要做的決定就是 要不要繼續跟他享受當下 這種愛情帶給你的幸福和快樂 還是快刀斬亂麻的決定 放彼此一個未來 好吧